四水亭长刘邦到底负责什么工作? 大家都知道,刘邦在启事之前是四水亭的亭长。 但你们知道,秦朝的亭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吗? 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六国,秦国之所以能迅速战胜东方的几个诸侯国, 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秦国修筑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, 后方的粮草可以快速运输,前线战况也可以及时返回。 到了秦朝建立之后,秦始皇更是大兴土木, 修筑了九条贯通全国的池道,堪称历史上的第一条高速公路。 道路有了,但中国那么大,送信的人在路上也需要吃饭休息, 所以秦朝在交通线上设立了亭,亭内有马就停设, 来往送信的交通使者可以住宿休息,也可以在亭内换马赶路。 除了负责交通线上的工作,每个亭掌管着一片不小的土地, 平常还要负责管理当地的治安,综合这些工作, 朝廷的亭相当于现在的邮局、派出所和招待所。 作为最小的基层组织,每个亭除了亭掌外还配有两类牙翼, 分别是囚道和亭护。 囚道相当于警察,负责守卫驿站,管理地区治安, 亭护的工作就繁琐一些,负责停设的日常卫生, 还要服务来往的邮差。 不要看只管这三四个柴鱼, 平常这个职务还是非常重要的, 他直接保障了秦朝的信息畅通。 所以在秦朝时, 平常直接归县主立院, 也就是县办公室管理。 当时配县的办公室主任, 正是后来辅佐刘邦启事的萧和。 刘邦通过停长这样一个体制内的小官, 结识了许多低级官吏与江湖豪抢。 这些人在刘邦启事之后纷纷响应, 成为刘邦事业初期的强大者。